你绝对没有听说过人死后还能给活人写信 在东京一栋大厦的飞机顶楼 一位叫祥太的男孩建立了属于他们的秘密研究基地 他是一个喜欢研究火箭的狂乐分子 某一天 他在这邂逅了不同校的林奈明日奈 朝夕相处的时光让祥太喜欢上了他 但一直没有机会说出口 明天的男父亲林奈族葬都来死亡 且尸体就出现在这座大厦 警察调查无过 然而在第二天 一位叫文家的少女带着他的手杖卡纳卡 给祥太送来的祖葬死后的死后文 这是死去的人留给生者世界的信息 这封信必须交给明日奈的脸能 所以为了能够帮忙 祥太决定提上表白日程 成为他的脸能 这样就可以接受这封信了 祥太决定在他的火箭发射的那颗表白 为此努力了许久 然而要表白的这一天 他看到了被卡纳卡故意放置的死后文 信上写着 杀人凶手是女儿明日奈 祥太完全不相信 于是着急地跑去找明日奈向他告白 结果明日奈在知道 祥太发现他杀死父亲的时候 便一改甜美笑容 带着一脸阴沉的面容 残酷的杀死了祥太 时间回到父亲祖葬没死之前 没有妈妈的明日奈 被太难自私的爸爸逼着去当落寞 没有反抗的他找作了 甚至在后来连同学都知道这件事 为此 他遭受了常能不敢想象的校园暴力 但这些明日奈都一人成熟了下来 谁知 祖葬现在宣布 要让年幼的妹妹也去拍照 为此 明日奈想要保护妹妹 所以便杀了主帐 最后祥太的尸体被找到了 为了不被抓到 明日奈决定离开这个地方 在列车上 他收到了来自祥太的死后文 心向着祥太反而在道歉过往 没有给予明日奈足够的关心 看完这封信后 他紧哭着跑回了祥太的研究基地 他按照步骤认真地启动了祥太的火箭 在倒计时 警察来了 有怪部盖住了火箭 于是明日奈拿出了小刀 冲过去枪布割掉了那一刻 却被警察认为是袭警而开了枪 冰死之际 而他也有一封死后文要交给妹妹 这是他最后的思念 关于死后文的故事 这连继还在继续 因为死后文到底是生者的嘱咐 还是对陈氏的思念 但不可否认的是 死后文的出现 或许会引出一段段的人间悲剧 千川大灰小竹头和夜老药三人是好朋友 有一天 优等生千川突然自杀了 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 小竹和药 也在发觉自己对于千川 一点都不了解 千川的父亲 他也以为二次是被校园暴力了 他拿了枪挟持着整个班级的同学 这时文家送来的千川的信给小竹 信仗写着 千川只是站在炉顶的时候 恰恰想跳下去 所以就死了 至于理由 真的没有 而是一只野倒药突然练出了文家 询问他当年为什么要杀了自己的父亲 文家不语 所有便消失了 他下一个要送的死后文 是网球天才男的母亲 李时尚子寄出来的 但是男却继续收了 这让文家只能求用最不舍 最终他还是收信了 但是去转手将他扔进了垃圾桶 当初是母亲抛弃了他和父亲 结果却被栽婚的男男折磨 当初连有男男哭着喊着 都阻止不了妈妈的离开 导致他现在的急起埋怨妈妈 男后在某一天 男叫外的在房里休息 家里却意外发生了大火 男最终是拼了命的 把那氛围开的信给带了出来 这一刻 他不得倔强的哭喊着 妈妈 不要离开 最后的雕像突然落泪 最后 天下起了大雨 男最终还是看了信 心里寄入者男的每一场比赛 和妈妈的鼓舞 在感受到妈妈对他的爱后 他还是原谅了妈妈 本来文家在交给男信后 就已经了完成 看不看信 是受信任自己的决定 但他却还是关注男的最后 这个游击少女 究竟是死人 还是火人 原来 文家还没有成为游地员时 叫美川文歌 游地员都是从死人里挑选的 但文家实力外 他还没有死 他的身体已经在冤唐了三年了 而叶导药曾经是他的同学 也喜欢着他 以至于在要见到文歌时 他充满了疑惑 之后要的学校 又发生了一起跳楼案件 我扼杀了自己的心灵 所以 我的名字是火死人 这是一位被校园暴力的 菊川公医的心声 同伴的森夏 只认为这次菊川太过软弱 而导致被人欺负 生前的菊川 姑姑还求森夏帮助他 但是 森夏却冷漠地躲开了 这一幕就被半级有人看见了 为了不被当成菊川的朋友 最下当晚 帮他们约了菊川 在顶楼见面 到了顶楼 他们想强迫菊川 看危险的事情 幸好中途被保安阻止了 可在第二天 就传来菊川死亡的消息 森夏惊讶之余 依旧麻木地想着 正常呢 才不会死呢 后来森夏就成了菊川的替代品 这下 他终于能够抵解菊川的痛苦了 一夜 森夏被叫到同一个楼顶时 文家送来了菊川的信 信息菊川说森夏的剑子不救活该 而森夏也被缘门加厉的欺负 这一刻 他放弃了维持社会关系 拿起螺丝刀 刺响了一人 在森夏被审问时 旁观者不仅能厌 甚至认为被欺负了人 自然有其可恨自出 森夏的行为是压到菊川的最后一根稻草 可是 那个保安却是森夏提前喊来 阻止施暴 他能做的 只有这些 他真的害怕 只有野党要对文哥会想负心 每穿黄开枪 以及身体一直没醒的事情 穷碎不舍 这天 他从祖宗同学下乡那得到黄的地址 便马不停蹄地赶到过去 叫的是 文家正好也要送死后文 跟美川皇 美川皇只喜欢美丽的东西 对一些美以外的东西 他都想要毁灭掉 他生活在名为永远延伸的 隐色吃肉的玻璃房中 陶醉在美丽之中无法自爬 文家为他送来一封粉丝的死后文 粉丝的死是对于这个世界厌倦了 但却又被美川皇的作品给神神打动 然而 美川皇看完后 只觉得这篇文章 写得太过丑陋 要将它烧掉 在文家眼里 父亲一直都是个永远否定别人拥有心灵的人 除他以外 文家拿了枪对准他 认为他一点都没有改变 想让他回忆起自己曾经的所作所为 但这一幕就被正好赶来的野岛要看见 要着急地打掉了文家的手枪 然后美专皇捡到手枪 毫不犹豫地对文家开了一枪 最后 美专皇被关进了小黑屋 而文家的伤口却自动愈合 恢复后的文家缓缓地讲起了自己的故事 从小 他由皇抚养长大 刚开始皇是位很温柔的父亲 后来不知道从何时起 他的父亲用他的身体来打操告 整理他的思绪 情绪激动时 完全不管文家疼痛与否 用玻璃笔 才能在他的身上划割着 面对这个残酷的父亲 文哥能够分裂了 一个是要认识的文哥 一个是现在的死后文邮寄人文家 一直以来 被皇虐待的都是文哥 而文家是莫莫陪伴他的谈小鬼 即便如此 文哥始终深害着父亲 某天 文哥差点要被皇给折磨死了 不希望自己好友被这般虐待 文家出售 向皇开枪了 男人文哥却以为是自己开枪的 并将自己的亲身缝闭了起来 不愿苏醒 而自从文哥存摔后 皇就再也写不出作品了 文哥有多爱父亲 文家就有多恨他 文家本想杀死皇 但是被葛西组织了 葛西是下枪的姐姐 也是皇的新编辑 但是认为让皇 在没有文哥的情况下 继续写作 文家的事情真相大白了 这时 他的同行签证 来要见大家一起去旅行 文家选择旅游地方 是一个偏僻的小岛 期间 夏强一直在怂恿 有沉积 再次向文家表白 然而 文家却也喜欢 是什么都不懂 可千丈却懂 他已经死了50年了 对当时恋能 情成财葬 依旧怀念在心 巧的是 这次他们遇见了财葬的孙女 孙女 也正要去那小岛 给爷爷扫墓 千丈以为财葬 后来结婚了 心里难免有些失落 最后 文家把财葬的死后魂 拿了出来给千丈 原来 财葬当年并没有娶妻 直接领养了一个女儿 他一直 爱着千丈 终于躺了三年的文家醒了 一直以来 认为是自己导致文家 毁灭不醒的文家 心怀愧疚 所以他希望文家 能够杀了他这个人格的存在 千丈下乡和药 都不希望文家消失 所以 下乡把文家带回了家 不让他恶人见面 此时的文家 已经想不起来很多事情了 包括开枪 打美穿皇 这件事 和文家也不记得了 可终究 在文家盖到美穿皇的书时 想起了一切 文家哭哭着寻找文家 在见面后 他报警了文家 痛苦地拗悔说 对不起 我 朝爸爸开枪了 文家冷静地说 枪 是他开的 然后拿出了枪 让文家打死自己 在神之后 传出了一声枪响后 而这次文家决定 利用自己的力量 开始反抗 他起诉了美穿皇 文家进入了高中 他因为被父亲折磨的事情 成为了各大新闻的头版头条 也成为了同学间的风云能孤 随处被拍摄 被各种声音缓闹者 更多的是质疑 而要他们都由文家死了 对文家的感情 也变得更加复杂 警察想要把文家 交给他的母亲 想责起立抚养 然而起立来见了文家一面 并坚定地表示 自己不想当母亲 可以给钱 但不想照顾 当初生下文家 也只是为了体验 一下结婚生子而已 说完 他就跟着男友离开了 母亲的话 那本来要做好牵牆的文家 又一次崩溃 无所依靠的文家 绝望地逃离大家的相机 跑回了黄的家里 当他要自尽时文家出现了 文家自称是文哥的软弱 和天真导致如今的一切 因为文哥只会逃避 经过这么多年不知不觉 文家已经不再只代表着 软弱和天真 而文哥也是 而人早已慢慢地成为了 两个成熟的人格 就这样两年可以同时存在 作为对方最要好的朋友 文哥重新开始了生活 在学校的他 不时地要被同学而作剧 但文哥并不接受 夜导药的帮助 他能承受 直到一天 一位叫宁英的女孩 为他受伤了手指 铁的创可贴 他的心被这个举动给卵到了 而最近学校 一直出现了一些很奇怪的文字 大家都传是当初 菊川的鬼闻在作怪 这让当初施暴的那三人 有些恐慌 随后 文哥三人去监狱 看望森下 从他那得知了菊川 有个童母异父的妹妹 就叫做林英 文哥决定帮林英一把 当他回头试案 这一夜 林英本来要设计杀了三人 文哥假扮游地员 给他送了封菊川的死后闻 结果被读完出现的文家搞砸了 不过林英还是被文哥给赶化 选择了放下 至于要和下乡 用千张的法杖 把那三个施暴者 给狠狠地下破了蛋 算是给他们一点惩罚 文哥做这些 只是因为感谢林英 给他贴的创可贴 他知道这种善意 应该传递下去 而恶意必须被阻止 因为无止境的复仇 只会循环 最终 让所有人都堕入地狱 就这样 林英成为了文哥 在学校交到的第一个好朋友 他的新生活 也算真正的开始了 片名 此后闻 前期的剧情是真的让人感到虐心 但结尾 也是让人感到治愈 可相信观众 宁可不要这样治愈的结尾 也想换开头的立农 能够更美好点 另外关于动漫的设定 以及主题 真的是一流 它为了观众 进入佳境 逐渐地被剧情所吸引 不足的点就是 后续剧情 没有开头的没有感觉 以及 以及一些视频性方面 还不是特别深刻 属于高开低奏 当好在这种黑暗的题材 有治愈 有治愈 有残酷 有残酷 真的是可以让很多人喜欢 但如果想要封神 或许 一路黑下去会更好 可我还是想看小文哥 能够被救赎 而关于此后闻这个设定 你觉得有必要 存在这个世界吗 它的出现 是会让世界 变得更美好 还是更糟糕 评论区留给你 那我们一起来 讨论看看